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appy Friday 財子通聲 今天有阿欧在這裡 Kimi在公司工作工作 我當然不要吹別人 因為我也特地推出東方錶箱 出來拍一下厲害 昨天再買少許 今天是4.3號幾 我都沒有去到頂的 4.4都走不了 4.3幾走了 我也覺得算是這樣的 又是半食半流 為什麼半食半流 就是因為他派息都派得理想 所以就發營起 因為去年的基數太低 這是第一 第二 手錶本身都有增值 你見到接下來有新一季的錶 東方錶箱買三個品牌 比較出位 當然 算是4個 但我們的繁虎族 很少玩AP 玩來玩去玩Low 玩Delta 玩奧米加 奧米加 其實沒有怎樣升到 但是我真的覺得 Delta是在數目中突然爆炎的 即是背鎖是頗有水位 我看著背鎖升 不如這樣吧 Kimi未來我們說一下 錶錶 既然說開東方錶行 是不是 我有時候都想和大家說一下 風花雪月 贏完錢都抹一下手錶 你看到 背鎖的二手錶價錢 舊時港幣大概是18000元左右 他是第一季的Q1、Q2 因為瑞士那邊翻不來的錶 有很多錶都放上去 而且他這個背鎖成功做到辦奴歷史 再加上他今一期錶書 寫了一隻18K金的背鎖 又是爆頂的 所以推高了這個款式 我覺得接下來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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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你現在 譬如你18,000元拿貨 你不斷地帶一下 就賺了一個帶之餘 還可以再加價 你又說 買來儲存 零手全身 即是間不適先帶一下 我就個人來說 多推薦可以買的 兩三隻顏色 這隻黑色就 我自己覺得 這隻黑色我就覺得很頑固 穩陣得來 但你記得 這隻錶帶 盡量自己在淘寶塗回副廠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錶帶的 抵抗力量很高 因為那些尼龍帶 是流流的 我寧願在淘寶那裏 塗回代用帶 自己戴的時候 就用淘寶那條帶 放售的時候 這隻錶帶就零手全身出去 讓你去到標譜 即是去到標譜 去到標譜的時候 就有些 價錢 就會相對漂亮一點 就不用被那些 標佬按你 這些也是 這一隻 又是 你看到它的錶帶 看到嗎 這條錶帶 很容易 眉眉黃黃 我們看就是看Vintage 但你放出去 別人就覺得 你有使用痕跡 你有使用痕跡 別人又減你千幾兩千 我就覺得不太熟 這個標譜 即是說上年9月10月 你看回IG 我拿回來萬八萬九元 這些都無緣無故 執取七千元 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有升值的潛力概念 Garry說 金色那隻會不會很討好 是見仁見智 看你是籌資還是儲 我自己也不會帶金色標 你就知道我什麼 但是 你買回來 不是靠來帶的 你是用來收藏 甚至是轉售的 好像股票一樣 是不是 我夠不吃電子煙 我都買六九六九 這個平台 大家最愛我 最重要是有利可圖 我覺得剛才 有幾隻都漂亮的 你問我真心喜歡 就是這隻 不過這隻 就升了上去 因為 其實這隻 Dilta的Back Bay 它首先是Vintage帶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 其實大家 真的可以 換了淘寶代用帶 到真的重複的時候 而且這隻錶很漂亮 它有青銅面 你看看 你去Dilta看看它有現貨 如果沒有 去香檳大廈樓下 不要去香檳大廈樓上 去香檳大廈樓下 去香檳大廈樓下 那裡做什麼呢 就是看一下手錶 我覺得這些都是 有錢有品位 你在股票市場 賺完這些錢 當然是做一些 叫做手錶的投資 我最贊成的 如果有心機 或者觀眾朋友 Always都會問我 有什麼錶可以的 你自己 DM我 幫大家解困 不過我 其實現在這些 價錢都很透明 說真的 我上網看到這隻 Dilta Back Bay 兩萬七 全部打出來 那我頂了 就打個九字 或者九五字 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突然跟你說 你兩萬元 拿到這隻錶 那條街賣兩萬七 你都怕這隻錶是假的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 考量之列 Wilson就說 All Back也正 當然正 懂得玩 懂得玩 一定玩著叼桌線 逐步逐級上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 去年大概 一萬八萬九元 拿到一隻 其實現在 交換出去都兩萬五 但是 間不止大 還有 他新出這隻 後背 其實那件很厚 譬如我們這些 Summer Arena 舊款的 這個位置很薄 你看到就看不到 看不到 但我嘗試表達給大家聽 他這隻 厚度 即是有些男人 喜歡穿一些厚厚厚的 我也是 即是你說 Deep Sea 我這種高度的 男生戴不好看 反而我覺得 後背 就可以 扯得遠了一點 為何無緣無故說這個 就繼續認得先 我們去回東方標行的世界 說一說 升6% 你說 要不要高追下去 如果你從來沒有貨 我之前其實說過 Under四元 你真的可以掃一兩股 來玩它 為什麼呢 色女排送 都是相對理想少少少 我們嘉賓就到場了 不如這樣吧 Alex幫我出個Pomo 我們轉頭回來 就和我們 Kimi 談談股票經 謝謝 不喜歡公司上市的目的 是為了取得上市地位 但現在 是活生生 就是為了取得上市地位 你竟然這樣放鬆 如果想看完整的精彩片段 立刻上UpTV的Facebook 或者YouTube Channel 最重要大家 有時間多點追蹤UpTV 一定有最準確的訊息 交給大家 想知道更多的財經知識 立刻訂閱UpTV 如果大家有什麼投資上的現 有什麼股票的問題 記得記得留意著UpTV 追蹤他們的節目 最近很多大型中概股IPO 剛剛過去的有快手 又有百度 又有京東物流 你有沒有留意 人們經常說IPO IPO 其實你知不知道IPO是什麼 IPO acronym 縮寫來的 全寫是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三個字 Initial 即是I Public P 最後是Offering 第一個字 O 所以是IPO Initial 即是第一次 Public 即是對公開的 Offering 即是公開銷售銷售 所以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就是首次公開發售這個股份 在香港來說 我們是很厲害的 12年裡面 有7年 我們全球IPO集資榜的榜首 而在2020年一個這樣波動的時期 我們依然在一級市場裡面 是IPO集資榜的領先地位 很厲害 接近4千億 自2010年以來 還是最高 Hello 大家好 我是Kylie 我平時是一個瑜伽老師和模特兒來的 除了工作之外 我也很喜歡玩不同的運動 有攀石 有MMA Bio 潛水 還有瑜伽 甚至跳舞 我也很喜歡 可是你也會玩 到哪裡 2020年 有 有 都可以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快速讲一下朋友的问题 很多人对丢台有兴趣 看看有没有机会找一集同体 有些朋友说股票回了 有时候都会推回去买手标 赚完3.98元再买一只back bay 都应该可以做得到 是不是赚到这么多 我记得我移动的时候 就算我完全没有走过 都是在说3.2 3.3的时候有留意东方表汉 其实这些我十年前都炒开的股票 想不到真的 你存了一定的股灵 你捕捉到那个星浪要等十年 他又派息又发型起 不知道搞什么 总之就是有钱赚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这些朋友大家都很快乐 讲开消费券 Kimi也想你多点去说 例如你见李昂都调高了1929 目标价到17.8元 好像很厉害 接下来莎莎又出业绩 怎样看啊 这类消费股 会不会是 都说有三亿多 原来的消费券 计算一下 是吧 其实之前几次做节目 都跟大家说 不如留意一只六福 看到它都越升越有 接着连着周大福也做得不错 大家都见到周大福公布了最新的业绩 虽然现在疫情影响到 有一批内地的同胞来不到香港 就是购买 但你都见到周大福 它本身的PoS Point of Sales 在大陆的店铺 都是很大 所以你见到它 业绩都是倍升 做得很好 而且最近都见到 其实差不多 新世界系的一些股份 都做得很好 医师 医疗前身的 现在的医师健康 跟着 加上 现在周大福也做得很好 除了新世界 我们也讨论过 有点绿绿之外 但新世界的楼盘 又买得好 其实新世界都到高位 我们早两天看 都是40元 这两元都赚了 有些朋友都 这些买得稳定 所以 新世界是不错 所以你问我1929 还有没有得上 消费券 我觉得 推动的作用 不算太大 但最近 我看到今天 都看到一只香港电视 移动了一点 有点见底回声的情况 不知道 消费券 能不能用香港电视 香港电视 最搞笑的是 他有一个新的竞争对手 是东应游 说东应游 都做网购 现在真是殷酷 原先 我也想去旅行 我想去日本买东西 是不是做日本代购 我想问 但当时又去日本东西 买 七国禁乱 真的不懂 如何传逆这个基本面 我见到很多王子华 有Food Panda 所以 你问我消费券 是否令到1929 股价再上 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而是最主要原因 他真的 樓上没有蟹货 第一 第二 我看法 如果他穿到10 升穿10 应该是去到15 这些位置 所以我觉得 他也是有机会 再继续上 你看到 现在整个金色股 的板块 确实是做得不错 今天我突然看到一只 Prada 爆了 是啊 我这些长期持有 最喜欢他派什么呢 派欧洲式 有多厉害 是不是 喂 Prada 要给你用消费券 你买个袋 因为很多朋友 其实 有另一个概念 或者有另一个传逆 是这样的 你经常在想 究竟我要用十张八日筒 才能买到东西 好了 到你真的买到那样东西 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你会不会买个杯面 买一些日常生活品 你未必的 你很想将那五千元变现 cash back 进入口袋 很多时候 那我买个杯子 我两万多元 买个杯子 我买到两万多元 买到两万四元 零手全身 我试一千元 但是 你可以完全这样 cash back 就是 钱摆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是最真实的 香港人是很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 为何一开始 长夜派消费券的时候 大家这么拼头 为何你不直接去派钱 其实财富效应 都在 那不要紧 总之现在 凶了什么呢 就是所有这一类型的股票 你见到 就是二三线的金色股票 你见到 警幅都会上升 警幅上升12% 都很誇張 不过 我建议 之前有持有的朋友 都可以先获利 但是 1913号就长期持有了 那你已经持有多少呢 五艺洲的高位了 1913号 无端竟然 按了上去 还有没有一些可以看 譬如178 怎样看呢 其实178 三三国际 大家都知道 它很依赖自由行 那方面 所以你见到 一疫情开始的时候 178 的情况 都是不抵不掉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 如果178的图 和653 卓鱼 这两只 哪一只 我会更喜欢 那呢 其实两只我都喜欢 两只我都会 做小价股去看 首先 第一 你看看653 就是之前那一陣子 突然间 股价图爆升了上去 就是因为 和华为有一个 类似的零售合作 所以你见到 它爆上去 但是呢 这只653 如果喜欢玩 一些小价股的人 就可以留意的 那其实呢 只要它欠一下 大成交的话 是有机会上去 因为你完全看到 Earth pattern 爆上之后 横行又再爆上去 但是最近呢 公司又发生了 一些内部的管理层的事 就是公司副主席 就对公司的主席 提起一些訴訟 是的 所以呢 暂时这件事呢 我不会建议大家 首先去进入653 是 因为你不知道管理层的 一些变动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股价 所以我觉得暂时 先头一头 但是这个世界股 是可以看一看的 因为你看到图表 就是纯细看 横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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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就是很教科书式的 升的方法 但是都要看下公司基本面 因为其实 卓越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都将它最核心的地段 例如旺角的几间店 要么就出售 要么就可能要叫业主减租 那这些 你记得一些财金新闻 你就会知道 那么 碰不碰 都没有人知道 有些朋友就说 178就好一点的 因为郭先生会有 他美丽系列的马匹 帮他 由马仔那里 转回一些钱 就是他不用背股的 他在马场里面 就做了背股出来的 这个也是 有趣的一个说法 178又会不会看好一点 都会的 如果你纯粹看178的话 股价套的话 确实 是有点蠢蠢蠢有动 这几段你见到 他穿了在五十天线 之后 又上一上 好像又去到两元这些位置 现在下一个位置 你真的看看 他两个一这个位置 可否突破到 如果两个一这个位置 突破到的话 不妨可以进少少 因为有机会再慢慢向上 但如果两个一这个位置 是去不到的话 就拜拜 再等一等 如果去到 会不会可以挑战到高位 大概两个19 以至两个22 的水平呢 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你问我 就是说 首先第一 我觉得今年 在下半年 现在都下半年了 你或者会不会突然间通关呢 这个机会 我觉得不算太大 是 因为暂时你都见到 国内现在本身 广州的疫情又严重了 加上 香港可能 那个疫苗接种率 那方面呢 又未去到一个 比较内地 觉得适合的水平 再通关 所以现在你看到 下半年再通关机 不大 未必可以令到178 因为这个原因 而先有个概念 炒上 反而我很简单 就是看他的图 那个情况 看看他 首先是这样 之前我也有听过 某些股份 他们就是 没有钱交租 所以呢 就抵押了股份 给那些 地产商 业主 以股代租 那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大家自己去 丰富的想像 去想一想 那为什么呢 现在的股价 都会上升呢 那大家丰富的想像 就想一想 就不用我说得这么明白了 要搞租啊 对吧 你丰富的想像 所以莎莎不用配股了 他有几只马仔 美丽传承 美丽什么 你见过沙拉 那里就 够几两个水 回来 可能好些了 他也不会减持 可能178 我也可能 有机会看好一点 再加上 他也是受惠疫情的 我深信 他莎莎网上的销售 比如买酒精初手液 买口罩 小童口罩 他也是王者 我自己也有 光顾过 买过去里面的口罩 那时候 扣口罩坊 都是全口沙沙 否则都没有口罩用 好 全个角度 不如看看 341又帮不帮忙 下个星期二出业职 大家乐 怎样看啊 大家乐 大家都见到 其实 你买大家乐 这个股份的时候 我也是打算看收息 但息率 你都见到 一厘都没有 所以其实 都是慢慢紧 再加上 你看到他的股价图 其实 简单来说 都不是很英俊 而且 我自己觉得 大家乐 整个感觉 就是 你没有什么 能令你炒 公司 雖然他的顺利 大幅增加到差不多3.5亿 这样 是 但是 你看到股价图 买不下手 吃不下 是不是 吃不下 连炸鸡腿 一哥 一哥 焗猪咸饭 都吃不下 你宁愿给我 我会宁愿博一下 1137 因为你看到1137的股价图 下楼梯做瀑布了一段时间 突然又横行 看到这几天又好像转回 你的头部遮住了 没关系 转回一点点上去 你记得到吗 我看到 这个有机会 我有货 1137 我和Alex都有 那些有机会上回 坐到 我们多少钱有的话 Alex 无三不成几 你当是14元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只 现在有些少许的机会 是不是 他的横行上回 有少许的机会 很痛楚 我明白 我完全明白 维基还要 他前排出两天之前 一天之前 说 幸好有些股东 否决了 Capsu谈话 是不是 这个都会出一些 好的东西 如果真的Capsu走的话 因为他之前改名 其实我已经觉得很怪 有时候 有时候 王先生 他虽然说金融财进 或者财技很厉害 或者 都是磨童 但是 有时候你无可抗力 他都要迫着跳船 我都明白的 就是 很多事情由电视开始搞 你一直支持 支持到最后 是否可以坚持到 有收成正果 再加上 其实真的 每天突然说 有些电商来香港 譬如京东上来香港 搞电商 香港电视 股价就要两三下插下去 那我觉得持有股东 就要想想想 看看 计计计计计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 去跟你争拼 有观众朋友 Engel 就问 Kimmy 你好 想问下你 本地房地产股 有什么推介 赚价又可以赚到息 那我马上提出 823 下个星期出业 领展 是 好像是 如果你问我本地 如果现在的 823 确实 各种情况都不错 你看到股价上去的时候 股息 都现在有接近四厘 有一个选择 加上你见到 其实领展现在 又和Alipay 有一个合作 就是大家做一些优惠 各方面的事情 其实你见到 他亦都有机会 现在派消费券的时候 他旗下的一些商场方面 消费 亦都会带动收入 而令到租金的提升率 那方面有机会再提升 所以这方面 我自己的想法 令到他有机会慢慢地 继续向上 而且我看回领展 我最喜欢他的 就是他的整个平衡计 是很漂亮的 资产负债率 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情况 都是基本上没有负债 还要跟你说 领展今时今日是 回去内地赚人仔 他不是跟你说 还是否落负一些商场 你还在说 这些东西很贵 小商户没得做 那个光景已经过去了 因为他们确实 已经没得做了 已经已成事实 但是你说 第二步就是去内地抗展 可不可以做到大展拳脚 我不知道 都是比较好 我觉得比自负好 我不知道Kimi 一定是 对 因为你看到 其实似乎都不怎么动 但是刚刚你说 他进行内地的市场 其实现在我看到 领战已经慢慢 在中国配置 资产分布 在大陆方面 已经刚刚 已经由 之前的10% 已经扩展到16% 很明显 即使现在是 疫情的影响少了 很多人来 可能有些旗下的店铺 关门了 但是大陆那里 他起码有16% 的收入来自大陆的话 那也不会说 可以去哪里 再加上 我觉得 如果他现在的价格是这么升 整个离子都保持到 特朗普有四离子的话 我想也挺稳定 82元也有些机会 这种 挺好的 应该回答了 Angelo问题 又有防守能力 又可以赚价 又可以赚价 如果真的去到82元 那就完全 Kimi所说的 亦都说中了观众的 期望 我已经要留意了一件事情 我要提醒他 其实就是呢 当你看到科技股升的时候 就要小心这些传统的股 就会跌下来 是啊 因为板块轮动 尤其是你看到市场 都是干涨的 我猜不到那个iPoint效应这么大 可能大家都很想 将政府的钱分开 派消费券 香港现在半科利主义 我自己觉得 就是你以前说他没有东西 现在所有东西都可以派 那看看你能不能扣 我自己觉得iPoint 一定要扣 不过现在过了中午时间 应该截了票 应该是一家大小都抽 希望我抽到四手 每人有两个水 你拿回千多元 做什么都好 吃餐饭 促进消费都好 看到恒指 就继续升级 升级140点 回答一下观众问题 回答之前 记得 刚才Kimi说 想说一下1919 喜欢海空 我也想问你 1919 究竟会不会 很容易挑战 突破20元的位置 是不是大爆发 如果是的话 我转过头 Face ID 立刻买技术玩客 其实你看到 航运股有点 out of expected 因为我原先觉得 航运股 其实由三月份 开始已经升了 三四月 开始已经升了 接着 一直都不跌 那时候我还玩1919的时候 上当年的时候 开始是9元 还是10元 现在已经快要20元 都不是上来 几个月前有的 现在已经升了 二十多元 那时候 它是和资源股一起升的 航运股 四月份的时候 资源股现在已经 回了一点 休息一下 反而 航运股 好像很十分升 已经继续升了三个月 但是 实在 一个数据 就是BDI数字 在昨天的时候 星期四是再升上去很高的 而且很多航运人员 是很不足 集装商方面 是非常短缺 所以 你问我一九一九 今天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会见顶去升呢 首先 第一 昨天你也看到 已经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已经 所以其实是有点点见顶 向上的情况 第二 就是 今天我也有看过消息 就是说 有些航运公司 由七月一号起 就可能会再加价 加价 是的 他们的加价 可能会增加大约五千美金 嗯 你看到 如果七月一号 再加价的话 现在已经六月中 OK 之后还有两个礼拜时间 炒 我当加完价的时候 就已经 所有好消息 理好了 加完价很快 有加价吧 至少也加一个月 我当给你炒多两个礼拜 就差不多了 哇 还有两个礼拜炒 就是不估价 我们不估价 但是 就是用两个礼拜做一个期限 如果两个礼拜 掉头走回 船到头走回 没有进入伟大航道 这样 可能暂时止一止 但是 都 其实现在可能散户的参与度 都真的不到 很多都已经昨天 已经获取了你 是的 你是不是都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 不过也不排除有些人今早 也都高追了 是的 因为始终你见到他今早一开始的时候 再接回那个升势 那就会有少少高追的情况 通常你见到股价一升完之后 很快跌 就因为很多资金马上去追入 是的 通常你做散户的 就会发觉 为什么我买入之后马上会跌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一批人就马上入了 嗯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 赚到 是的 转个角度 观众朋友就问 Kimi 她就230元有货 真的很尴尬 如果一跌 她又要坐一轮 应该等她升少少走 还是再等到200元 混一混她呢 就是关于比亚迪 嗯 我觉得就应该 我觉得比亚迪 会继续升的 有几个因素 首先第一就是 因为Tesla在5月份的订单 对比4月份 是减少了一半 所以其实很多的分析师 都会看好 就是现在一些内地消费者 会将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转向本土的品牌 所以其实这宗消息一出完之后 新能源汽车本土的 就已经不断升了 嗯 第二样东西 就是其实 那些新能源汽车 我发觉到4月份开始 都 5月份开始 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移动 譬如175吉利 我觉得走势真的挺漂亮 是好花很多 是的 因为吉利出了一只新的车 叫做恒黑 不知道怎么读 这一只车型 就是 公布完之后 4月的时候 吉利的股价图 是弹了一次的 嗯 弹完一次之后 公司刚刚公布了 最新的5月份的小售数据 管理层也说 恒黑这种新能源汽车 第一号带 订单是做得非常之好 嗯 之后呢 股价已经一直向上 现在看看 吉利可不可以上到23.3 如果真的上到23.3 破位上的话 真的有机会像瑞星科技 这样 就再上回 是 再上回可能有些朋友 都可以指甘松磅 因为其实很多人坐着的吉利 真的坐了很久 是的 很老实 1 2 3 4 这4棺 都已经有5元了 这里再有几棺 其实很多人 因为吉利 我估计大家是不会做止蚀的 我自己身边所有朋友 买吉利 他没有做过止蚀的 他一直坐在那裡 我说其实都 持着一些钱 嗯 吉利都可以上去挂 我又很困难问Kimi 有一个问题 好像上去挂 其实我们 以做一个中线 其实挑战30元 好像还有一段 颇长的距离 我不知道Kimi 是否也这么说 颇长距离 我发觉现在管理层 有点淡化了 他们回不回到A股 这个消息 很多人忘记了 反而他将那个视线 转移到 开始 做新车 然后跟百度合作 但是如果你说 突然间有人转移 突然间说 上海证监会不批 A股科創板上市的话 就有机会 令到他的股价 有点点再跌下来 但是如果 市场 没有再把资点放下去的话 通常就可能会被人淡忘 那他新轮转移车 又做得好的话 是 那就真的确实可以上去 那 说回比亚迪 是 我就觉得比亚迪 是会再上去的 刚才说了Tesla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平均线真的所有都已经突破上去 那基本上 你看到 二十天线 已经是升穿了 五十天线 其实是已经有一个短期向上 趋势 见底反弹的情况 如果技术性走势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 再挑战 去到二百二十二元 这些位置 但是 不过要留意一下 就是他这些位置 可能 就会有机会 落下 差不多接近二百零百 这些位置 再继续向上 都明白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有些朋友仔 譬如不要说一百五十元 这么厉害 一百七十元 拿到一手 其实去到刚才Kimi 那些位置 其实都可能会先做 是啊 因为大家都担心 因为始终他都捉到台挺高 所以我觉得 加上他和苹果 就是电池方面的发展 强强 一个新能源汽车 国内的领先品牌 那苹果本身是TEC 里面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苹果 他说好啊 拿着他合作啊 那当然会令到他股价再向上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二百三十元 我会建议他等到他二百零百 的时候扣一扣 那接着呢 是有机会再上回二百二十二元 这些位置 但是如果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去到二百三十元 这个位置呢 达不到你 太长远 但是呢 我就觉得二百二十二元可以到 是啊 看看你会不会松一松磅 因为刚才我帮你买单 计数 都十几 一手 就是说比亚迪 都坐着一个五位数字的艇 看你会不会松绑出来 玩个别的 玩些增长多些 不过 我自己看比亚迪 苹果的消息 我补充多一句 我也是偏是乐观的 不过 都真的有机会谈不到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发现呢 要玩的 要反胎 其实不需要 苹果那边有问题 比亚迪那边 也很想合作 商业合作 就一定是 强强联手 跟着我们做协同效应 但是国与国之间 就不是跟你说 下下都握手 这样做 如果国与国之间 有些反制的 措施出来 我就真的 有点点 对于这些事件 所以 这一一一 我就 现在升级 就先享受了 升幅 或者好像刚才Kimi的分析 完全都是 我极度认同的 但是重点就是 是不是旺到 这么乐观的方向走呢 我有打个问号 好 转个角度呢 都说了比亚迪 或者Tesla 产业链 观众朋友 都问一只1772 和3993 两只比较 Kimi 你会建议哪一只好些呢 嗯 那其实呢 1772 就今天呢 就有少少 就是你看到呢 公布了它 配股的消息 嗯 那接着呢 其实呢 昨天我也看到 1477 欧康雅卫视 又是公布配股消息 但是 昨天也是升的 是 那接着呢 今天1772 又公布完配股消息之后 反而是不跌升的 是 那我 你问我的话 如果1772 和3992的话 我 3993 3993 3993的话 我会选一只 你真的两只要我选 我会选一只1772 是 那我不会选一只3993 因为 为什么呢 暂时呢 股价走势图方面 3993呢 它连150天线都穿的话 暂时不可以买了 那第二件事呢 你给我呢 会不会真的一定要去买1772 我未必会 因为呢 它今天呢 虽然是升了 但是呢 如果你千万不要今天买货 你今天其实呢 是应该要出货的 嗯 因为你看刚才开了那只1477呢 欧康牙卫视昨天呢 配完股之后升呢 是 它今天是回回一些的 是 都配回2-3% 我当这个做标准的话呢 配股的股份都会升的话 当日呢 你用这个来做标准的话呢 其实你今天是不应该 入席1772 你应该等到它下星期一跌的时候 才入 但是它是有机会呢 消化完那个配股消息 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之后呢 再上的 因为那个股价图里面呢 充高完1-2-3的时候呢 斜下去呢 挫了一点点力的话呢 又不穿一条100天线呢 是有机会上回一点点 去到差不多117元 这些位置 但是星期一二我就觉得 我用欧康牙卫视去做一个 reference的话呢 是有机会再跌多1-2% 因为你今天入定的话 就可能 星期一又要坐一坐 是的 还有你星期一是端午节 大家去游龙洲上 不好意思是星期二 是星期二才服市 那星期二才服市 可能有多一天的 那你美国又继续在玩 是不是呢 那你美国 昨天那个CPI 哇强得这么紧要 是不是 Kimi你也觉得加盈息呢 或者会缩减过买债规模 如此类推 我最初就觉得 是 美国 首先第一 美国的CPI 真的很严重 但其实它是不敢加息的 所以你看到昨天 美股都犯高潮 突然间升回 因为个个都拨 美联储一定不敢加息 一加完息之后 美股就会 散碎了 所以它唯一要解决 就是进口通胀的问题 进口通胀就是 跟中国之间的关税 以及欧洲之间各方面的关税 其实你看到 现在 CPI的数据 美国一严重了之后 美国突然间很积极 就说要跟中国 去谈关税的问题 是啊 就是想解决一些进口的关税 是 所以就是想用这个东西去减 释出善意 其实拜登 都不是太多了 我觉得他团队 都有一些聪明的人 你看到他减关税 或者出这个CPI之前 你猜他不是闻到吗 他都立刻将那些微信 TikTok那些解除封闭 是啊 那这些 面那一层 真的很会出善意 就是让你用路 用社交 就是 这个看知是什么呢 在一个技术层面 或者在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就是说 我现在都想跟你溝通 所以呢 我的国民呢 就算你 你的中国人 在我美国 就让你用VChat 去Block你了 就是类似这些情况 好了 转个角度 不如说一下 968信意光能 今天真是厉害 升到6.6% 那位置不止 接近7% 这一类光伏 是不是看得好一点呢 Kimi 是的 因为我首先会辞来 就是因为我正在做968的研究 是啊 好了 将研究 即是跟你公司同步 同步放题出来 是的 我可以跟大家去研究一下 首先呢 很简单 首先看一样股价图 先开了图 其实你看到很明显 15元的阻力位 就已经升穿了 所以你几次见到15元的时候 都回落的话 今次这个位是完全OK的 加上昨天升了一次的时候 成交都挺大 所以昨天开始 我已经有留意去再看968 加上昨天就是665 都做得很好 因为整个光伏玻璃的 这个sector 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见底反弹的迹象 在格价方面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 大家看到呢 在去年的时候 整个665 和968 是升得最厉害的 那时候呢 就差不多在1月的时候 968 股价到高峰24元的水平 是 当时呢 整个太阳能玻璃的格价 是升到差不多 接近45元的水平 但是呢 一见完这个高位 之后呢 就已经回落了 OK 回落完之后呢 所以见到968的股价 已经由最高24元 跌到最低 差不多9元的水平 跌了差不多1.5倍 这个水平 接着呢 到最近的时候呢 反而呢 整个太阳光伏玻璃的板块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第一 它们的产能 供应 是不给它加大 产能供应的 嗯 所以呢 现在的需求 突然又多的时候呢 就令到整个的 格价呢 就很紧张 还有我今天有查过呢 整个太阳能玻璃 它们的负存的话呢 我可以说呢 其实由去年 由今年差不多1月的时候呢 它们的负存呢 已经跌到一个 非常之低的水平 差不多呢 是10万吨的情况 由最初呢 我们热炒 新能源板块 最高位50万吨 已经跌到10万吨 嗯 但是又不给它们加大去做生产 所以在一个需求 是非常之强劲 但是inventory 负存是很低的情况之下呢 就已经是供需不供求的方面 就很高的价格了 是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呢 那个价格呢 所以我就觉得是会再剩 就是会有一个见底返的迹象 是 第二 之前和阿欧聊过几次 就是说呢 有些股份呢 就是入完蓝筹之后就会跌的 是 海带low 跟着海带low之外呢 我们也看回 就是够跌 譬如2018那些 是的 但是反而968进去的时候 股价已经是跌到很低的时间了 是的 所以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呢 你一定进入了一些inventory 资金是一定要track的 所以它可能是随时反转 是会升上去给你看的 这个概念 所以呢 有这个想法 而且你想想它 刚刚我说去年1月24元 跌到去今年的时候 9元的话 跌了1.5倍的话 其实股值已经回到很合理的水平 但是今天升得太急 就令到他的PE 就已经 对比在之前的历史使用率 是高了一点的 今天这个PE 如果现在的价格 就是21倍 但是他的历史使用率 就是16倍 那么你都见到差不多 多了4倍 因为今天这两天都升得很急的 那这几样东西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升了很多 其实都升了2元左右 是的 还有一个东西不用担心 就是他的供应量 不会突然加大 因为呢 光伏玻璃的供应量 他们是要隔6个月 嗯 才可以赶得上那个产能 所以呢 他现在的工具 存货 是会落下6个月的 就是不像现在的煤炭资源股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价格下跌下来 不炒呢 因为一开放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不断挂挂挂 但是 光伏玻璃是要6个月 嗯 才可以追到那个 产量 是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 那个价格那方面 是有机会 现在呢 是企稳 我可以说差不多 49元这个水平 可以企稳 嗯 是的 可以看看 转个角度 不如说一下三山的 喂 是不是 原料霸如无意外 嗯 可以说就是 因为331很多人都喜欢 首先第一 派息率非常之好 是的 那一天它突然这样 跌下来 我都有一点 噢 打了个打 这本地物馆股 是吗 因为这个也好像 是和新世界有关的 是的 你见K10苗苗司 和很多新世界盘 都是用风性生活服务的 是的 所以它突然间 那天这样跌下来 我都有一点点 打了个打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嗯 幸好昨天没有追 追到现在一定输 是的 又再跌 昨天想的 就是忍住 忍住 看多一天 幸好有时候 真是股票 看多一天 好一点的 真的 好看一点的 有些东西 因为我都明白 昨天为什么想入 因为昨天他挨近20天线的时候 有支持 是有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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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再这样跌的话 还要是11% 都不要追进了 因为 真的可能还要沽一些货 但是现在的股价再跌下 就有接近7厘的 吸引吸引 吸引的 那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不要追进了 嗯 可以看看 有观众问 1313 水泥股 好惨 是啊 今天发生什么事 水泥股最近都停下了 在这 是 怎么看呢 其实呢 很麻烦 因为整个资源股 你想想 当时整个SATA 一起上升的时候 連最落后的金股 都升过一段时间 但是 反而水泥股 真的动都不动 给你看 水泥股呢 有点麻烦 因为它真的跟内房股 的价格是一起行的 嗯 最近你看到内房股呢 除了龙湖 在蓝筹股里面 我觉得算是稳定 或者有些二三线 是比较稳定 还有保农地产 比较稳定之外 其他那些很多都下跌的 譬如融创 现在都下跌 甚至就是恒大 不用说了 就是债务危机都很严重 那昨天我也有看过 恒大的債券 债务呢 2025年6月到期的債券呢 由84元跌到74元 直至公司呢 已经说了 要做回购 说它自己的资金流动性 没有问题 是 债务的債券 都跌得很急 所以其实是影响到 整个内房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沽压的压力 而水泥呢 是跟内房真的同步的 所以为什么呢 你看到在资源股里面 水泥呢 是真的确实 不会有一个很大的 运动的情况 嗯 它的情况是有持有的 是 是 有啊 大家都问一三一三 怎样看 有几个朋友 都问一三一三 怎样看 现价可不可以入 不要入住了 因为呢 即使你一三三之后 914元的股价 都是继续跌 你看到几个先同处 就是 第一呢 就是在资源股的时候 所有SETA都在升的时候 唯独水泥股都不跟上 最终金价都升 那我觉得这一样 就确实它是 跟内房股有很大关联的 不过金价 我都不对于 现有板块的金股 我都不一样的 就是你譬如 山东啊 灵保啊 就是那些 100-100那些 就是其实它 不是很跟动 而且你捕捉不到 喂你现在 国际金价升到 含含含含 它才跟你不断移动 早两天啊 升一两个percent都够胆 喂 大佬真是 其实这两三天 很老实 金价一定是正斗的 你都去不到那些高位的 我就觉得反映不了 所以就要看一看了 反而有一只呢 很久没有说的了 但是呢 我见近期呢 我身边很多朋友 尤其是炒开股那些 都看回772 嗯 因为呢 就挑战回年来的高位 去到94元 有没有机会上红底股呢 以致 粤文 可不可以说都算 收成正果呢 为什么呢 你再看一只腾讯 其实腾讯的股价 没有772走得那么英俊 反而现在这些子公司呢 还有一个比较上升的势头 或者还有些冲勁在那里 再加上呢 我文章好像在71之前 712呢 都有机会再爆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 建党啊 是不是 100周年啊 不知道这类的文化产业股 可不可以都 跟党走啊 就是 发挥中国伟大的一些成就出来 这样 772你怎么看啊 772呢 其实见到自从换了公司的管理层 完全是腾讯系的人的话 都见到它的股价呢 是其实由去年2020年开始 公司有一个明显的见底反弹 虽然中途呢 是有个股价比较黎落落的 但是公司呢 不断说它在战略方面升级啦 尤其在IP方面呢 建构一个生态 IP这一样东西呢 很难用一个钱去衡量的 因为它算是一个很虚无的一个价值观去衡量的东西 就好像一个披层那样 是 一个专利 当如果我买这支水的专利呢 我说多少钱都可以 总之我垄断了市场都可以 但是粤文是可以说它拥有整个文学艺术的市场里面 是最高的龙头来的 所以你用这一样东西去说它的IP值钱的话呢 是确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样就所以值钱了 所以我很难可以告诉你 它价钱是多少 但是如果在它的市场上 比如在香港 一旦是Bernacqua 一旦是维他 所以它在水国Patern那方面呢 市场截力里面 我可以说是大的 是有一个价值在 所以我都会这样来 讲回为什么772的股价会升 就是它的IP的价值 我不可以用钱来衡量 但是市场购买是可以的 那你看到呢 其实整个国内的IP产业里面 越文之前大家就会说 就是它将IP买出去再拍做电影 嗯 那之前它最出名的 就是有一个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我也有看过 TNTVB 什么狼什么转 还是因因什么转 我忘记了 总之是什么转 对吧 忘记了 总之是那些 对吧 内地电视剧 但是很厉害的 全世界都看的 对吧 那时候就播了一个 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大家 那就是在大陆里面 很火烈的 电视剧播出来 就是拿越文的IP 去拍出来的 那时候就令到越文的股价 有一次很厉害的 一次向上 嗯 接着呢 现在整个越文的走势图 我可以这样说 是确实是帥仔 因为你看到它 已经由60元的价 不停地转向上 但是刚刚充高完 想试100元的位置 试不到的话 现在确实是有机会 去回83元 20天线 这些位置 哦 如果你想短炒的 拨它 不穿 50天线 或者挨近 50天线 你就可以80 或者83元 这些位置 你可以入一柱拨它 去上回差不多 88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会合理的 但是唯一 下一步 就要看看 越文的股价 可不可以再送到 OK 就要看它的业绩 那方面 公布 是否可以转亏为盈 是 因为公司到现在 都是亏损的 只不过是用它的IP 的概念 去继续炒高 它公司的股价 有个支持 这个东西很难用 价值去衡量 所以下一步 股价可不可以再突破 有望 继续向上 就要看它的业绩 可不可以转亏为盈 是的 我也很认同Kimi的看法 不过 如果是 现阶段 那么多只股票 我比较想买 就是772 或者 都加了进去观察列表 因为 看到它 都前排行得挺好 除非你说 不是的 一人又行车 走回去60元 也是的 不过 你今时的股票 也不是只股票 都能够看通看透 就算有一些 好的消息 包括这1299邮 今天 95.5 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 都没有跌过下去的 那么 我们都觉得它是假升 103 但是如果 是的 庆余年 是的 好看 我就是想不到 OK OK 多谢观众朋友的提供 可以说 可以说 勉勉强强 都是做到 第四个底部 会不会 一拥而上 有帮 可以突破 103 再去高位的挑战 还是 其实95元 买你的股票 如果上回 102元 其实你都够吃了 够吃了 因为刚好有位 朋友都问 1299 现价位 可以 谢谢 谢谢 1299 如果图再缩小一点 你就会看到 它现在 是贴着150天线 对上 那次贴着150天线 就是73元 那位 就是在2020年的10月30日 那次73元 那位 一见完之后 就见底反弹 刚好 现在也是去150天线 所以 我的看法 就是 150天线 如果我用上次的 提供的话 就应该是会反弹的 所以今天这一下 的阳烛 如果收市可以收到的话 有机会下个礼拜 是会反弹上去 差不多 可能96元 或者97元 这些位置 如果我用这个去做 提供的话 但是如果 去到下个礼拜 的时候 那四个交易 大家看到 可能去到97元 这个位置上 都上不了的话 那就要小心了 但是如果他下个礼拜 可以上到97元 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因为始终 你缩续他的图 来看的话 现在是有机会 上不了97元 就下楼梯 但是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今天 如果收到阳烛的话 就可以用上次73元 又是穿150天线 反弹的 reference 是 不好意思 那么错识 好了 说完中国有赚 多少号 突然间忘记了 8083 哎 整个觉得转主板 脱了个白字 都脱不了 那么观众就说 四个二毫半有货 应该怎么做 啊 sorry 不要紧 不要紧 排到很多白字 头股份 昨天赤哥都搞得很夸张 是不是 正所谓有头发 哪里想做赤哥 真是 赤哥的龙王集团 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但是这个 理论上 会变成有赚科技 都出了东西 但是 确实日期未知 8083 四个多有货 怎么看 好 那开个股价套 看吧 我们 其实8083 那些股东 如果看个股价套 你看到 我现在坐着的位置 遮住了玻璃 你自己可以开手机再看看 由高位 四个五毫二 陷入十字阳烛 那一刻 那些股东已经散了 在那里 这个位 再上一点 十字这个位 再斜上高位 这一辈 股东已经散了 我现在坐着 看不到的 volume 但是你看到 其实有大的 volume 是啊 现在就全散户了 全散户 是的 全散户的 现在是 有些散户 开始到尾水的时候 受不了 都开始走 那暂时 你看这个情况 这只 还会跌 而且我觉得 都没有那么快 会有一个见底反弹 但即使整个SARS股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的话 不如之前跟大家谈的那只 複六二一零零一 也很厉害 还可以升 我当时看到 差不多10元 10元 是我们已经吃了一户 吃了一户 但现在如果 落到10元 是否又可以买回上去 我如果 我就比较贪心 少少 你给我十个半 我才会想 现在我未必会聚 十个半 我才会想 因为始终 这个东西 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 成交也没有 现在成交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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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有人看 之前我们看 一千万也没有 成交 现在有人看 因为直上 譬如SARS股 现在最稳定的是 这个 但是 有机会 我自己的建议 我会十个半 才会再进入 因为始终 它是 那么多些SARS股 还可以升 所以 你让我选择 808.3 我都很建议 因为我觉得 没有那么快 会回到 虽然 你说 回主板上市的时候 会不会令到 它的股价 会上升 你看一件事 如果公司的股价 跌到这样 连管理层 都不回购的话 那 是出出的事 是的 有些心思 你可以想一想 是的 大家可以想想 节目组 再回答 6690可以自价 是不是有个观众 刚才问6690 对 Annie问6690 37元有货 怎么看 可以自价 我觉得会跌到 有机会 今次会穿下去 27 有机会 不好意思 有机会 那 37元 我建议你 去到25 27元的时候 这些位置才购 也未必会像 南月亮 这只应该不会 那我觉得 纳月亮 现在已经没有人问 是啊 不重要 南月亮 所以我觉得 25 27元这些位置 你才购一购 希望帮到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非常多谢Kimi 帮我们做节目 Kimi 刚才有提供股份 有持有量吗 没有的 好 谢谢你 下个星期再跟Kimi 聊天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Kimi的群组 有一个APP 可以跟她互动一下 加她群组 好 谢谢Kimi 多谢你 拜拜